八十年代老北京的早晨,早点摊一溜排开,那叫一个热闹,金米粥,豆腐脑,老豆腐,这些个经典早点,热腾腾,香喷喷,唤醒了沉睡的味蕾,金米粥俩子一碗,侯宝林相声里的这句话道出了金米粥的精髓,软烂粘合,甜咸自选,一口下去,暖流涌遍全身,豆腐脑和老豆腐,这对亲兄弟,一个嫩滑,一个风味。 配上酱豆腐汁,卤虾油,韭菜花,那味,绝了,鲜烙的烧饼是早点的主食,加上烧羊肉或者酱牛肉,再来碗馄饨,那一口下去真是美极了,掉炉烧饼现在少见了,但那金黄酥脆的外皮,加上肉或油果,咬一口满嘴流香,炒干是清末就有的老北京早点,甚至有句俏皮话,你这人怎么跟炒干似的,没心没肺。 说起炒干的地道吃法,那必须得配上猪肉大葱馅的包子啊,马蹄烧饼,加油条,小米粥,曾经是大臣们上朝的标配,简单又满足,豆泡汤,烧饼加肉,又管饱,又解馋。 面茶,排叉,老大爷的最爱,一口面茶,一块排叉,那叫一个舒坦,还有豆腐脑,螺丝转,茶汤,切糕,杏仁茶,糖耳朵,油条豆浆等等,这些个早点,不仅仅是食物,更是老北京人生活的一部分,是八十年代北京的记忆,是那个时代的味道。 这些老北京早点,你吃过几样了?